这是单位在酒店里开会吃的自助餐 会一开完就奔着自助餐厅来了 就跟当年上学一样 还没下课就惦记着吃好东西 下课铃声一响就往食堂冲 吃自助餐先熟悉一下环境 看看都有些啥好吃的 来的比较早 这些餐台上的东西还比较全 摆的也很整齐 刚一进门是各种甜品 这边是小吃和主食 还有一些超好的菜 大概看了一下 这有煮好的虾 锅包肉 酱鸭 还有卖饭 菜盒子 炒米饭 还有几个炒好的热菜 这是虾 这个是蒸鱼 这边是好几种烤肠 还有炸的天妇罗 这边是饮料 再往前走是冒菜 这星级大酒店里边还有冒菜 确实让人没有想到 都是素菜 自选 然后交给师傅 师傅做好以后给调味 可以选麻辣的 香辣的 还有不辣的 再往前走是陕西的面食 这个是麻食 还有扫子面 酸汤面这些 这是扫子 牛肉的 还有西红柿鸡蛋 这些不知道算西餐还是中餐 土豆炖牛肉 炒的菜花 还有炒的螺丝面 这个土豆炖牛肉看着特别美 先盛上一盘子 里边的牛肉块特别多 再拿上一点螺丝面和香肠 这边是牛排 这一下煎了好多的牛排 一会做好以后自己取就行了 滋滋啦啦的声音 闻着倒是挺香的 牛排等一会再取 再往前走是蔬菜沙拉水果 还有凉拌菜 寿司 刺身这些 刺身少拿上一点 尝尝味道就行了 还看见同事了 哎呀兄弟们辛苦了 今天在这也吃不上 光看好吃了 回来的时候 这边的牛排已经烤好了 拿上两片 酱料是自己浇 有一盆的是黑胡椒汁 另外一盆应该是蘑菇汁 各浇上一点 这牛排先尝上两块 好吃了再拿 你自己别拿太多 这个黑胡椒香肠 尝上几片味道可以 再拿上几片 肉拿的差不多了 再拿上一些其他的小吃 这边是蒸好的粗粮 包子 馒头 花卷这些 拿上一点南瓜 紫薯 玉米 红薯 再要上一碗牛肉 扫子面 香菜 来嘛 一起不来就牛奶 来点牛奶 来点肉 多来点肉 炒的 也正美 美和你 美吗 多来点肉 好了好了 也 这太美了 还要 可以 这个西湖室啊 凉了 再来点西湖室 好 这扫子面算得上是一个优质的二合一 再加上一点油泡辣子 再撒上一点葱花点缀一下 香的很 东西拿的差不多了 先坐下来吃着再说 先吃这碗面 这牛肉扫子面 牛肉给的真不少 还有西红柿鸡蛋 加上油泡辣子以后 闻着也特别香 这肉加的多 确实吃着过瘾 大块的牛腩炖的软烂 像这样一碗面 在外边估计二十分钱都买不来 肉确实给的多 这个时候 其他开会的人也都下来取餐了 人一多 紧泡赶就来了 赶紧吃 干脆要上一份冒菜 选上自己喜欢的菜 那你随便少加一点 粉可以少加一点 哪个好吃 红薯吧 中间吧 红薯粉吧 红薯粉 这个是米饭 那你是这 红薯粉少加一点 你这个葡萄粉少加一点 然后要麻辣的 越辣越好 行行行 三分钟 三分钟我过来取 好好好 谢谢啊 越辣越好 那个粉少加一点 牛排的味道还成 吃着比较嫩 虽然不是高级的那种圆切 就着生大蒜还是挺香的 冒菜做好了 要的是特辣的 但是看上去不是很辣 自己再加工一下 多放上一点油泡辣子 其实这油泡辣子挺香的 没有想到大酒店的油泡辣子做的也非常好 这个冒菜是纯素的 没有一点肉 里边有笋 豆腐皮 金针菇 鸡腿菇 杏鸣菇这些 纯素的吃起来有点没意思 我把它改造一下 刚才不是拿了一盘牛腩吗 倒进来 看我这冒菜 加进来的这个是土豆炖牛腩 土豆呢也是油炸过的 牛腩都是大块 炖的非常软烂 再加上这个冒菜 再放上几片香肠就可以开吃了 这看上去确实是太香了 炸过的土豆也很软面 这种大块的牛肉 非常非常的酥辣入味 这才是大口吃肉 非常爽快 然后再吃上一点蔬菜沙拉 吃了咸的再吃上几块点心 转换一下口味 这个黑森林蛋糕做的还真不错 拿着这盘主厨的虾 是先把皮剥好 然后再开始吃 这样吃着比较爽快 弄点酱油再挤点腊根 这样吃的更过瘾 再挖上几个冰激凌球吃 给我来上一小碗麻糬 好 你拿个小碗在下面 来 给我来上一碗麻糬 好 不了 谢谢 这个做麻糬的大姐非常热情 没忍住 还是要了一碗麻糬 也放上一点油和辣子 少吃点辣 不得不说这个土豆烧牛奶是万能的 又盛了一碗 加到这个麻糬里边 这个素麻糬就可以变成了肉麻糬 碗比较小 加了一半 这个肉已经快冒尖了 搅拌一下 这看上去有点像肉和辣汤 加了肉以后明显好吃很多 然后继续换口味 再吃上一点甜品 咸的 甜的 焦体的吃 这样不容易腻 这个绿色的小饼干 不知道是抹茶还是菠菜味的 拿上两块 黑森林蛋糕做的确实好吃 再来上两块吧 然后把这个撒下来的巧克力 再挖上一点 再挖上几个冰淇淋球 要的是巧克力和香草味的 这个香草的味道真不错 仔细看 这小黑点是香草籽 特别的香 吃的差不多了 再出去转转 看这些菜又添上了 还增加了这个烤鱿鱼 这个也咋吃不下 看别人吃也挺香的 师傅这面包是自己切还是 这个面包放这好久都没人弄它 我切上一片碗碗 还挺有意思 香草冰淇淋好吃 再挖上一碗 也就是七八个球吧 这样吃是过瘾 刚才切的那一片面包 没什么滋味 把这个冰淇淋抹上去 这个就特别好吃了 这还剩下半碗牛腩 把这个牛腩和剩下的半碗 马屎倒在一块 把这彻底吃完 不要浪费东西 全部光盘 就算是正式下班了 这个会开的具体啥内容都忘了 就觉得吃的还可以 这自助餐单满是89块钱的人 我这个饭量感觉不会吃亏